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机场 松山机场的一大特征 它是台湾第一座机场 1936年启用至机已有86个年头 宽广的大梯 明亮的灯光 舒服的沙发椅 清楚的电子荧幕 是现代人踏入机场后的第一印象 但时光倒转到1936年的日志时代 当时的机场名为台北飞行场 是一个只有一层楼高 一个后机式 跑到仅短短1000公尺的小机场 日本时代的航空站 是在空军基地里面 后来我们有航空站以后 那个空军基地的日本的 就交给空军以后 我们民航局刚刚来的时候 不但一层楼是瓦房 小孩子可以爬窗子 孩童在航空站的窗户边嬉戏 仅一层楼高的航空站 是国民政府前来台后将松山机场 转为国际与国内线共用机场的 第一个建设 随着美元的支持 才逐渐把航下美化挑高 跑道重建延长 现在的跑道不是以前的跑道 这个跑道是我们后来建的 在松山机场塔台服务四十年的 前民航局台北区域管制中心主任 江天真用一张张照片 带我们重温松山机场风光年代 在那段辉煌历史中 由美国将军陈纳德所创办的 民航空运公司CAT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是唯一跟随国民政府来台的航空公司 也是第一家在机委 印有中华民国国旗的 台湾国际航空公司 这个就是最早的 最早的CAT 你看到没有 CAT 老母机 所谓C46 我去杜冰院就做这个 多轩奖机型 是CAT最早服务于台湾的民航机种 直至民国四十七年 才引进新型客机 并在棘手加上金龙图文 取名翠华号 浓厚的中国风 未为一大特色 当年他第一架翠华号 回来是画了一个龙 你看不对 这什么东西不对 没有鳞片 老外给他画的 龙龙龙Dragon 没有鳞片 龙没有鳞片 后来我们回来以后 大概中国人跟他讲 这样不行 他们再加了鳞片 翠华号险些画龙变画蛇 闹出笑话 而就在他服役三年后 CAT又引进了新型喷射机 超级翠华号 让台湾正式进入喷射时代 首航典礼上 总统夫人蒋宋美玲 也力临现场剪彩 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当年时任的菲律宾副总统罗培市 结束访台行程 要转往日本时 也是搭乘这架班机 他那都是有钱人上去的 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国立飞机 你现在随便到高雄 都可以坐飞机 那没有 你像人家出国的时候 都是像你讲松花圈 大的小的东西 希望能够带去到台湾 什么大同电过了 这个都是这样 都很大事情 在出国还不普及的年代 能进入松山机场搭飞机 可是举家大事 而身为军民合用的首都机场 更是外国元首来台 进出的第一道国门 唯一一位曾在任内 踏上台湾领土的 美国总统艾森豪 就是从松山机场入境 接受盛大的军礼欢迎 美国副总统詹森 从松基入境时 副总统陈诚 也在松基 举行高规格的接机仪式 陈诚就完全是有大规模招待 走的时候还有简单的阅兵 他不晓得陈诚在跟别人讲话 讲话没有 林立明好像已经开始了 还没做 这个江生 林立明江生 他个子好高 陈诚很小 他们不是有一个台子吗 就可以站在上面 站在上面被阅兵 陈诚还在跟人家聊天 什么什么 他已经开始了 林立明江生把他抱起来 抱上去 元首间鲜为人知的互动 成为刻印在松山机场里的小插曲 除了元首 大观政要 文学家林语棠 当代艺术家张大千 也都是从松山机场踏入台湾土地 影视明星 林波来台时 更是把松山机场挤到水泄不通 影星林波来到台北 参加金马奖颁奖典礼 亲切向影迷挥挥手 展现高雅气质 为了迎接林波回台 参加金马奖 停机坪 挤满了大批媒体 松机入境大厅 乃至大门口 更全部挤满影迷 人人都伸长了脖子 只为了能一睹明星风采 而随着入境旅客越来越多 特别在民国59年中华航空开启中美航线 为台湾民航使立下新的里程碑后 松机再度开始向外扩建 周边本是一片绿地的机场大变身 航下前的超大喷水池 更是大家接机送机的必拍景点 大概都会在有牌子的地方找吧 出国很难得嘛 大家亲戚朋友一大堆都去送 不像我们现在出国 你就走就走嘛 那时候都是 爷爷奶奶的松明都跟着去 巨型水柱风一吹 水还会溅的人一身湿 有如泳池大小般的喷水池 仿佛成为松机地标 不过这样的松山机场 却在民国68年 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的启用下 面临第一次大打击 今天下午 松山国际机场就陆续出现了 搬家的景象 认为明天在中正机场 展开新的业务 当时松机里的国际航线 一系全搬离 少了国际旅客后的光景 让当地住了50年的 明府里里长谷瑞珍 印象深刻 国际线的时候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守信坊 国际线到桃园机场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生意就不行了 整个都收起来了 弱大机场只剩国内航空撑场 先至的第二航下 还为此一度转型做展览馆 是直至民国76年 在天空开放政策下 国内民航又如雨后春损 加上经济起飞 坐飞机不再是奢求 逢年过节时 国内航班还常常 一票难求 民国86年的 打击人潮 更来到1500多万人次 创下机场启用后的 最大量 但至此之后 却又随着中山高速公路的 便利性 淘机大原空难的冲击 航空承载率 每况愈下 民航局为此 在民国91年 还一样复制了一支 高雄灯会主灯 时务还宇的飞马 拼接在原本的水泥中塔上 打造全新入口异象 试图振作 但高铁的通车 还是让松基过往好光景 再度受到冲击 台北嘉义航线 只剩下力荣航空经营 业者不断减班 也是因为有了高铁加入竞争 不敌高铁开通 国内航线陆续收摊 这是它启用以来 最消沉的一刻 空荡荡的机场 没人光顾的商店 营运压力 压得松基难以喘气 如何再次华丽转身呢 时任总统马英九的 两岸包机直航 给了台湾第一座机场 一次谷底翻身的机会 那是真的大陆客天天都有 我们这边真的是 我连这个我的礼善 大陆客都来参观 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地理特性 所以我们在对外的连接上面 不外乎就是海运跟空运 那么空运因为有速度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它又能够很快速的 带上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即便到现在为止 其实松山机场它能够为台北市 所带来的这种经济的效益 还是蛮高的 松山机场国际航线重新启用 也促成了日后直飞 日本雨田机场 韩国金浦机场的开通 松基大补血 让台北天空直至今日 再次变得热闹 尽管旅客人次难再回到当年的风光 但无论外界声音多吵杂 至今仍坚守岗位 助力在台北街头 为旅客提供便捷服务